第一屆畢業生 Jason是卡爾高中部的第一屆畢業生 平時除了課業的學習 他還有另一個身份 網球選手 從小學習網球到現在十多年了 網球是人生規劃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就是從國小 然後小六之後 就停了三年的網球 然後因緣機會 又跑去桃園的體育班 然後繼續讀完之後 就覺得體育班的生活太單調了 我就想說要 就去找一些比較 比較 新的學校 比較不會那麼傳統 就是好像寶寶媽媽找的 然後又找到新組的一間 就是這間學校 然後剛好就覺得還不錯 然後就進來 與眾不同的學習歷程 清新明確的未來藍圖 這是一個擁有特殊經歷的孩子 曾經帶過體制內的學校 磕磕碰碰找不到學習的方向 來到卡爾 實驗教育帶給他更彈性寬容的學習空間 就是他們可以讓我自己安排自己想要的課程 就是不會像普通高中一樣就是 每個人都上了一樣的學習 然後會根據每個人不同的程度吧 去分別的那些不同程度的反應 我覺得還不錯 今年 Jason透過特殊選材入學管道 運用資深的網球專業與特殊經歷 一舉進入心目中理想的學校 當初一開始是我 覺得自己先看到這特殊選材 然後報名完之後 因為都還滿順利 然後學校的顧文老師有幫我 整理一些背審資料 然後學校滿多老師都幫忙我面試的東西 然後讓我去面試的時候比較順利 因為學校也滿支持我 就是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不只是支持我 就是好像其他同學都 大家都可以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因為我也是喜歡 比如說廣告設計或之類的 他們都可以 就是比較彈性的規劃自己的課程 這樣 然後 就不會每個人都學一樣的東西 其實 不要等到老師來問你 要去 自己去問老師的問題 不要 都是等別人來 幫你 或者是 怎麼樣 要自己去尋求幫助 不管是在 升學或者是在人生上面 但如果你有自己的目標的話 升學校會給你更大的 想去 努力實現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真的 太難了吧 太難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